有的群表示,双方鞋商到一段路就会对鞋商的内容进行整理 据说方法鞋商下来的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 因此决定没有办法在6月之前签说脱保司机 大家在分别在检视里发现说好像 所剩下来的一些部分呢在短期间要能够有个处理它不太容易 所以我想在这个6月的概念里面 大概没有办法有一个即时性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可以签署的一个基础 所以才会说明说目前公司上是OK 可是小波的问题还在弄力 对于这些情度落后的关键因素 是否就是外传人身保护引擦入即时速送罚的实用问题 可得先对此解释 台湾认识有关法律法律使用的相关修正 始终都是谈判团队关注的议题 也会在三国的内裁纳入在沟通之中 并不是经济才发生 在沟通之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